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仁 他是做雨伞的 所以他可以线上线下可能都是他的客人 我做的产品有我们的特殊的客群 这是我本身 其实目前的台零是我第二份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在一个不需要做品牌的公司 就得作一气 我服务了很长的时间 我跟很多人讲 我来这家公司是有使命的 因为我从一个很成功的外商 到一个本土企业 其实看到很多他们想变的挣扎 再来我是一个专业经理人 其实有很多老臣 很多老思想 很多老观念 他们不愿意变的 他们觉得我们这样很好 其实这个心路过程也不是我第一天加入台零就做这样的改变 反而是我在建立我的口碑之后 建立公司对我的信任感之后 在疫情的推波阻拦 我决定做这件事情 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政府 就是工专业局台经院的还有所有的评审 还有我的好伙伴 Jason 一路以来这样子支持我们 然后试着用他的能量来说服我们该怎么变 因为我是一个高科技人 也是个专业经理人 其实我不懂品牌的 现在透过上一周我们的品牌剧场 那今天的活动我深受感动 我刚才跟剧院长讲 我真的深受感动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会让同事 雇主都真的很有活起来的感觉 活起来的感觉 好 我很快说明一下台零 我只有两页介绍我们公司 那其实我们公司四十多年来 一直对台湾这块土地非常有commitment 我们都在台湾深耕经营 然后跟全世界的生意做接轨 欧美日 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工业电脑工业网通 那近来呢 近期这六七年呢 我们跨足这个电动车 跟这个半导体设备 所以算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那其实我们今年是第四十三年 左手边的图是我们的founder 他是一个非常有vision跟想法的人 那这几年 19年退休之后 他又交给二代 所以其实我现在是跟他的儿子 一起在经营这家公司 那近期呢 刚刚有提到 其实近期我们在两年前 疫情前 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品牌的优化的活动 那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 未来的准备 包含建立怎么样建立智慧工厂 我们工厂里面有5G的企业专网 那未来也是希望走向跟全世界接轨 那怎么样布建 在这种所谓少量多样又复杂性的这些产品上面 我们的员工有400多位 那我们去年的营业是只有6400万美金 所以试问各位 在过去这两年的疫情 大家为公司做了什么 那我可以很proud的 我们透过工业局 通过台经医院的帮忙 透过博生 我们做了品牌 那因为我本身是从事业务 你可以想象 有疫情来的时候 哪都去不了 客人也来不了 我也去不了 那我觉得真的 透过这个政府这样的program 那透过博生的协助 我觉得这两年的时间 我们并没有白过 那真的是重新打造公司 凝聚公司的内聚力 然后得到我的老板的支持 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内化的工作 我想 我自己相信改变带来机会跟希望 那我个人在这个 接受这个评审的挑战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也是我来这家公司的一个 很重要的mission 就是重返农药 因为过去我这家公司 其实在电信业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可是也因为正局时局的改变 我们从此以后就比较默默无闻 但是这家公司过去培养了很多人才 在各个这些电子业界 所以我希望我们公司在这样的包装内化以后 在未来我们可以让重新站上这个国际舞台 我想一切的开始刚好提到就是疫情的影响 那说真的 我从一个很知名的外商企业来到这样的本土企业 其实这家公司过去四十几年从来没有变过 一份我自己看到我们公司的logo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把我的名片交给别人 没有那种 Energy 没有那种信心 没有那种希望 那当然这边做品牌 我想 因为毕竟我也是高阶的经理人 还是会有很多挣扎跟挑战 第一个 我认识的博生 认识的Jason够不够专业 他是不是在未来的时间 能够让我们觉得 那我们来试试看 做做看 效果好不好 还有万一失败呢 那我肯定要下台一局功 那当然我的老板 他也在看 Robbie能不能搞出一些名堂来 那再来 我下面同仁 冤面知识 会不会有呼应 会不会觉得说 对 Robbie我真的看到一些不同的 台里 我待会接下来报告 就是维持我们怎么克服 这些挑战跟改变 其实我们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本质到价值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企业里面 看不到自己 反而我们透过外部的访谈 然后找出我们的本质是什么 我想这个face非常重要 所以当初我们就透过一些客户 不管是欧洲 不管是美国 或者是台湾的客人 借由第三者 帮我们做interview 看看从他们眼中看到的是 很有趣的是这样 很有趣的是 客人看你跟你自己讲自己 有时候真的有出路 这一点我站在一个业者 我跟很多在座的 还有线上的分享 真的会不一样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真的吗 这真的是我吗 你会自己无 如果你真的一直在做对的事 其实这些客人讲的话 你会觉得 哎呀 我怎么当初没有看到我这些优点 那这也是目的 是找出大家认同的台领 所以我们就透过外部 跟内部的访谈 然后把我们一直在做对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董事长的slogan 就是做对的事 持续做 路遥之马力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 内化之后 变成我们现在的公司的价值 就是策略决心跟人性 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在品牌标语跟主视觉 我们就是用Build Rocket 因为我们这家公司 主要是在做一些工业的产品 或者是在一些 用在很Mission Critical的环境 所以我们就是为极致而生 主要两种意涵 第一个台领的产品 能够耐受工业应用的极端条件 另外一个就是台领是 Accountable跟Delivable 所以我们有当则的决心 这个画面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的董事长 曾经是希望这个画面是我 所以刚刚有个管顾公司 提到说 用自己员工讲话最好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运动 所以我希望运动所呈现出来 就是有很多Energy 然后有很多能量 然后你会有很多Discipline 你要维持纪律 所以我感谢我的董事长 对我的充分信任 那第二个阶段 其实做完了这些访谈跟内化之后 其实我们也做了 视觉环境的改变 疫情前的台领 这是我们旧的门面 这是疫情后的台领 新的企业大门的优化 我讲个笑话给各位听 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客户 来拜访我们 我经常接着电话 Robin 你们公司在哪里 他看不到我们 因为他车子就直接开过去 坐到这个门之后 各位有机会如果到桃园 到卢竹 在这个隆安路 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 很醒目的企业大门 这是我们一些企业员工的制服 我们把我们的 View Rocket印在这上面 这也是我们把所有的 这些企业的形象标示 用在各个活动 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东南亚的一个铁道技术展 因为交通也是我们的一个 侧重的一个领域 这是我们将企业品牌资讯 放在员工经常 进进进出出的地方 让员工对增加这种品牌的认知 跟我们的一些标语 增加一些卖血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第三个phase 就是提到的内化 怎么样建立一个成长的环境 从个人到团队 到这个公司 我说明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 挑了18位这个中阶的主管 刚刚也有人提到说 这个中阶主管真的是很重要 我其实我个人最怀念 我在做middle level management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的team member 跟我是为了connect 我最不喜欢是做管几百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完全听不到声音 所有人跟你讲都讲好的 所以那经过这几十年的 这个管理的工作 其实跟我关系最好 现在还有联络的 都是当初小团队的时候 是在这个level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挑了这18个位的同仁 在各个组织里面 做一对一的优势的这些访谈 那刚刚博生也提到 我们做了这些东西以后 其实我们在这个分享里面 将这些同事分享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因为我发现 我们的管固公司 比我们更了解同仁 所以当场我们的人事的主管在里面 我就说把这些东西 全部发领起来 那因为有时候 我们需要管理这些人才 了解他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能够跟公司结合 所以我当初做完这东西 我得到的一个bonus就是 一个很好的人才的 provide data 另外读书会现在也是 我们公司非常支持的 这也是利用 我们也非常 open mind 我们让这些管固公司 利用员工上班时间 上这些课 现在目前是两周一次 每个月一个章节 我想这个部分只谈生活不谈工作 让员工真的很尽情地利用这些 怎么样如何精准成长 让他们自己从内外 然后通过博生公司的这些带领 那我相信也希望 未来能够展现出 公司理想员工的面貌 他们唯有discipline 自我管理 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永远觉得不够 持续地成长 那这些是一些画面 这边有一个影片 看一下 在小天使跟小恶魔的带领之下 我的障碍排除了 相信大家都是只有一个 独特的一个 海里 因为你就是你人生的CEO啊 所以就是你自己 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也因为每一个人无限的成长可能 才成就了台灵未来的 无限成长可能 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 跟着公司一起 大家携手往未来迈进 很重视在座的每一位 所以希望你们在这边都有 得到你们所学到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就是 最大的欣慰 只要有你们持续的努力 我相信台灵会更好 谢谢 刚刚那位年轻人就是我们现在的董事长 他很愿意投资员工 所以我们很开心作为一个台灵的员工 这个紧接着我们就做了一些品牌活动的投稿 这边有18个活动 事实上都由我们各个部门所提供的 我想重点在于怎么样表达台灵的价值 的活动 所有 几乎有一半的员工参与这方面的投票 去海选 哪些活动 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让这些第一线的 产线的员工 发表他对这活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高度连结 因为很多公司在推广这些内化的时候 都是不会特别去关照这些基层的员工 尤其是线上的员工 因为他每天在忙着什么 忙着生产 他们就是按照你的指令生产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也看到他们很清楚很清晰的表达这些想法 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主管 我是听了我都觉得很感动 尤其刚刚的读书会 他们上台去讲 我都觉得哇哦 这真的是希望无穷 这个可以点一下 快明天加油 然后你快跑多跑一公里 你快多跑两公里 然后就可以让大家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支持 然后就可以让团队到最后的设定 因为你们会去想说 这个游戏是想说让我们有运动嘛 大家稍微要协议的 就是老的年轻的都可以去玩这个游戏的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刚开始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提的人都差不多 就是只是要 比如好玩又简单 让大家能有 我想这个内化里面有个东西叫内驱力 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跟这些员工呢高度的binding 然后在未来能够加速 这个品牌跟这个形象的推广 刚才博生也提到这个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奖品 奖项 鼓励这些获得海选 然后我们在下个月会去执行的一些方案 那最后呢我们也因为最后我们要推广到各个部门 所以呢也透过同仁的理解 去学会如何介绍我们台龄的品牌价值 好 实际 各线的部分 价值的部分有策略 决心跟人性 主要的话就是策略的话 就会订定海银的目标 想要展现给客人的是什么 那决心的话就是 从这个目标里面 我要怎么去解决 就是例如说达成客人的交期 客人的需求之类的 人性就是透过说我在跟客人这之间的交易过程中 我要怎么去关怀 刚刚那两个产线的人是外劳 这一位是会计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真的是拥抱员工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关键是让每个人 开展出一些不同的小成功 对改变有所期待 那员工实际的回馈 各位我想就简单的讲一下 我想慢慢的员工也感受到我们的决心 跟想做 然后对内部也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效果 另外我想品牌进行后 我们提供的是这个方案跟价值 我想最后呢是 这不是口号 我们是希望能够引导公司创造一个成长的气氛跟环境 我想这些回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因为有时候 也谢谢博生 特别收集这些声音出来 让我们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那我自己看到的转变 这是台铃在转型中看到的成效 第一个看到公司好的改变 对未来有所期待 尤其我经常跟我董事长讲 我说我没办法陪你40年 因为我们的董事长自己乱了这生意40年 那我希望这未来的40年 他的带领能够让公司真真日上 那另外就是客户跟同仁之间也了解我们公司的 我们的价值跟能力 那另外就是有共同目标跟共同的价值观 另外就是我们的从我们的本质 那继续往我们的优势出发 那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好伙伴 这个博生顾问公司 那在怎么样帮助我们 我刚才讲我其实是科技人 我不是做品牌的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是 真的是不是我的专长 那我也觉得我列了这10点 就是谢谢博生 那也分享给在座跟线上的朋友 那最后我要感谢的就是 经济部的那个品牌药飞计划 那开启我们美好的品牌历程 那也谢谢吴主任跟乐兹 在照顾跟指导 谢谢 那最后因为评审委员其实我都没见过 那跟我的业务的行为是冲突的 我本来想认识他们他们说不行 怕你去影响他们的决定 所以趁这机会谢谢 两次interview的评审委员 那最后还是谢谢博生 一路来陪伴我们 那如果台宁在未来这条路上 只要有任何的成功 这个event肯定帮助我们很多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